在机场免税店买什么最便宜 大家可能听说过 机场的大部分东西都是敲猪杠的 旅行的一些必需品像食物 可反复使用的水平 电子产品等 最好都是在家打包好带着 尽量避免在机场买这些价格飞涨的东西 考虑供应和需求 机场商品的价格通常都会非常的贵 机场商店或餐厅通常是旅客 在最后一个购物或者用餐的唯一选择 机场的租金对供应商来说是非常昂贵的 所以零售商通常会提高商品价格以赚取利润 不过免税店中的一些商品还是有值得购买的 如果你在飞行前有需要的话 可以参考这份名单进行选购 酒类 酒是免税店里的一个好东西 与国内价格相比可以享受25%至50%的折扣 此外根据TSA的说法 你可以在飞机上携带3.4盎司 而小瓶装酒通常约为1.7盎司 所以可以很容易的放进随身行李中 烟草产品 烟草产品也能找到很多优惠 包括睡前的雪茄和香烟 护肤护发产品 高级美容产品在免税店购买可省高达50% 化妆品 类似于护肤护发产品 可以在机场免税店找到一流的化妆品 享受巨大的折扣 杂质 虽然杂质在机场的价格有点小贵 但是如果它能陪伴你度过这次飞行也是非常值得的 花几块钱买一本 可能比其他地方稍微贵一些 但是价格差异并不大 以下这些如果可以不在机场买就不要买 WiFi 许多机场提供免费的无线网络 但是还有等到起飞时向旅客收费的 在您输入信用卡号码之前 请查看是否可以免费连接 或者可以找找能免费使用的星巴克或咖啡店 纪念品 在到达机场之前把纪念品买好 机场纪念品商店的商品往往都很一般 比如自由女神像T恤之类的 不过也有例外 有些机场可能会有独特的发现 比如当地工匠制作的礼物 波特兰机场就有一些 建议还是提前做一些功课 其他地方价格也更合理 瓶装水 别再花钱买机场的瓶装水 有买水的钱不如买类似口袋型折叠水瓶 可以重复的使用 警诊 警诊这种旅行产品建议还是提前买 网上很多 还可以留意下特价和促销 外币 机场的货币兑换柜台可能带来高额的交易费用 所以说机场可不是兑换钱币的好地方 方便却是方便 如果你愿意为此付出代价 那也是可以的 比较好的策略是在目的地的ATM机取钱来获取外币 这样可以获得比较好的汇率 通常比机场的兑换柜台要好得多